大家好,在夏季的时候一起跟大家分享过 一定要做好预防病虫害工作 不然整个蜘蛛都被一些虫害来糟蹋 那么进入了秋季,我们还要不要给它继续防虫呢? 其实答案是肯定要的 有很多花友认为进入秋季,气温逐渐的沙降 各种虫害也比较少 这样就不需要做防虫工作 其实在秋季早秋的时候,有一个秋老虎 气温还是比较高,虫害比较活跃 到了深秋的时候,很多虫害都会躲在土壤里面过冬 所以这个时候防虫工作也不能忽略了 看上我这盆兜油,在整个夏季都好好的活着 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但是进入秋季之后,就是没有给它做好防虫工作 很快这些叶片就被虫害啃食了 还残留一些毒素,逐渐的出现了腐烂 底部的叶片都被它啃过了 像这种呢,我们要如何防止呢? 先把底部干枯,干扁的叶片全部给它露掉 这样使整个都有根部更加通风透气 接下来给它做防止工作 就是给它使用这种浮虫胺 它是内吸型的沙虫药 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因为已经制作成颗粒 因为已经制作成胶囊了 我们使用的时候呢,小盆的话 一粒就可以,大盆就用两粒 直接撒到盆土表面 非常好把握量 不用担心会引起要害的现象 直接均匀撒入一圈 然后经过浇水就会快速的溶解 被脊柱吸收,也渗透到土壤里面 把土里的虫卵一起沙灭 就不会在土壤里面防止虫卵 既能起到防虫又可以起到杀虫效果 一己两得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